接下來請各位不要眨眼睛 仔細看 不要眨眼睛喔 見證奇蹟的時刻 所有事情發生在三秒鐘 一 二 三 來賓好奇驚呼 主持人也一臉疑惑 知名魔術師陳日生把骰子放在實行木頭中 確保骰子沒有空間轉換數字 骰子永遠都是一點朝上 裡面的空間是不足的 先跟各位解釋一下 仔細看 所有事情發生在三秒鐘 預備 一 二 三 欸 為什麼 數字在來賓面前瞬間切換 讓大家直呼不可思議 還把小木盒拿起來檢驗一番 喔 我知道 這一定是骰子的問題 大家都知道 五點 五點 順利 要不要換 不換 不會 死厲害 發生在一瞬間 一二三 對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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兩 對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